很多的讀書人頭上派去了 這個就是一種共享經濟的規範 我認為這是一個誤導我們社會 誤導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他也舉例了很多國外的一些先進國家 有的贊成Uber 但是也有反對Uber的地方 對不對 今天我們要做一些過程 我們要做一些過程 我們ài在市場中 中共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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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限者 來個華主人 追告 好承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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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追告 政府 在望中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Uber 幹嘛 掛出台灣 把我們的Uber掛出台灣 因為 合法就是合法 揮法就是揮法 所以我們今天來怎樣來掌控 做的是不合法的Uber 所以求助無門 貝移消費者的誠意 沒有保障 在這個時間點 當然 政府 包括我們家政府 我們現在有公務房 更應該拿出更實際的作為 來去處理Uber的成長 否則 對現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